台积的开盘就直接填席 盘中出现935元的新天价 也带动大盘盘中一度狂飙将近400点 台积电苗填席戏码再度上演 这是20次继配席当中 第15次当天就填席达政 除席3.5元算算创办人张忠谋 4.37亿元入贷 刘德英进账4519万元 魏哲嘉能够领到2237万元 大股东国发基金预计进账57.87亿元 不过到了将近5盘涨幅收敛 股民期待整体涨势延续 我做40几年的 鸿海我们抱很久 120就掉在里面掉到现在 就给它看看有没有到200 电子全职股鸿海跳空大涨 早盘最高来到195元 涨7.5元创波段新高 连发科也跳空开高 早盘一度冲高到1365元 涨65元也创下历史新高 货柜三雄在回档两天之后 涌现资金拉抬 冠海最高来到88.5元 涨幅超过8.5% 杨明 长荣则分别有5%和3%以上的涨幅 千金股早盘也都大涨 韦影最高来到2745元 涨幅超过6% AI代工族群 英耶达 广达 技嘉 宏基 伟创 也都出现涨势 台湾现在科技股 在全世界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 台积电现在非常难得的 出现这种所谓的月K线的K值 KD线 K值都逼近90了 这代表它其实在长线上 它长了很多 但就短线上来讲 这些题材持续的发酵 让它有拉回幅度有限的这种状况 专家认为台股目前围绕在科技股 即使变得多元化 轴心依旧不变 AI题材还有发酵空间 三日新闻 杨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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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北报导 KD线